家主西班牙的帕特里夏消失了 她发生于2017年1月7日晚 事发的前一天 她的母亲罗莎以为 女儿真的是去参加了一场派对 母亲只是笑着叮嘱说 明天早点回家 但有明天却没有早点回家 帕特里夏的案子 似乎变成了一件难断的家务事 家人们说她是被骗到了毕露 但帕特里夏自己 却找到了媒体做澄清 说那个家我回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警方媒体和公众 对于该案件都失去了心智 局面突然演变成了 帕特里夏的家人需要做出抉择 要么是把人给找回来 把事情面对面的说清了 要么就是放弃 不过这也侧面佐证了 这个家确实有问题 帕特里夏的父亲承认说 她忽视了应该给予女儿的父爱 帕特里夏的母亲不再多言 只是比以往服用了 更多的抗议与要物 弟弟还不怎么懂事 却也不敢再乱说话 当家人们再一次围坐在一起时 气氛是压抑沮丧的 帕特里夏的表妹 轻声地问了句 怎么办 然后所有人抬起头 又是非常默契地 坚定地点了点头 于是表妹打开电脑 她再一次来到了史蒂芬的脸书主页 她滑动鼠标 将关注她的女性粉丝 一一点开 她尝试添加他们为好友 在通过好友申请后 她开门见山 只聊史蒂芬 其中的多数人表示 他们其实没有见过史蒂芬本人 也有人不愿意分享信息的 她有一位 她叫凯倫 当帕特里夏的表妹告诉她 帕特里夏可能与史蒂芬在一起时 凯倫先说 她不想聊 可几天后 她又留言道 我本来也在史蒂芬的密友群 后来我离开了 她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怕她 我帮不了你 但也许我的妈妈可以 而我的妹妹 正是史蒂芬的妻子 玛丽亚丽 玛丽亚丽的母亲 接受了帕特里夏家人的 网友请求 现在 帕特里夏的家人 可以确定 他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那个叫史蒂芬的人 就是个邪教淘淘 玛丽亚丽也是被骗了过去 当了她的妻子 玛丽亚丽的母亲说 那还是13年前的事情了 当年 玛丽亚丽十六 她对重金属音乐和撒旦角 很感兴趣 在上网后 她认识了史蒂芬 史蒂芬教了她什么练金属 说穿了 就是要她上钞 玛丽亚丽不懂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交过男朋友 而史蒂芬 却已经是有过 可能不下百次的经验了 她当时还有一个 姐姐姐的女友 叫宝拉 这是玛丽亚丽 在跟史蒂芬网聊奔现 并交往了五个月后 怀孕时 玛丽亚丽才得知的 但玛丽亚丽已经被洗脑 无论是爱情 还是邪教的理念 玛丽亚丽本就 同父母的关系不好 所以她只是通知了 自己的母亲说 我要结婚了 你来参加一下仪式 玛丽亚丽的母亲 在当时很有余 她女儿的大肚子 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她的婚礼很简单 婚礼结束后 她便不再与娘家人 有任何来往 2017年12月 帕特丽亚离家11个月 自她最后一次通过媒体 向家人喊话后 她再也没有同家人 有任何联络 回想一年前的12月 帕特丽亚在家人的簇拥下 开心地度过了 自己的18岁生日 那一个生日很特别 帕特丽亚的父亲回忆说 自帕特丽亚的舅舅离世后 家中都不曾那么热闹 今生的活动 还是由帕特丽亚本人提出的 所有人都不会料到 那是她在为自己 同家人举办的 一场告别仪式 如今 帕特丽亚不在了 她的父亲失去了动力 母亲的身子 可是一天不如一天 抑郁病也更加严重了 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不合 父亲想要离婚 母亲天天责骂她 而其实他们都很清楚 走到今天 他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帕特丽亚小的时候 还很听话 成绩也好 但自从舅舅离世后 她的情感无人疏通 成绩也下滑了 当她的父亲仍亡于工作 母亲也因为自身的抑郁病 无心雇她时 帕特丽亚教了一个小男友 父母并不怎么支持 有一天 帕特丽亚说 他们分手了 父母表现得十分开心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过 问过女儿 为什么要分手 你难过吗 要不要谈担心呢 然后 帕特丽亚交到了下一个朋友 是蒂芬 此时 帕特丽亚的父亲已经决定 他要亲自去毕露 但他不能重蹈覆辙 他告诉老婆 罗莎说 婚姻没了 可吸引的情犯还在 两人曾犯下很多的错 却是真真切切的爱着孩子 所以父亲阿尔贝托恳请罗莎 务必照料好他们的儿子 他也正处于叛逆期 罗莎点了点头 他希望阿尔贝托 能将女儿领回家 但 只能说 不是没有希望 当父亲阿尔贝托 飞底毕露后 他会见了 玛丽亚里的母亲 他们一起去到了 西班牙领事馆 在同领事人员 做了进一步沟通后 官员认为 他们可以把案子 再提交一次 提交的文案上 不要牵扯邪教 而是将人口贩卖 作为重点 通过领事人员的帮助 在他们同当地的检察官 和警方交涉后得知 史蒂芬跑路了 他带着老婆 孩子 帕特里下还有 巴拉义气 没错 史蒂芬有三个女人 他们都在一起 根据警员 已经掌握的信息 巴拉为史蒂芬 生下了一个女儿 珍奇玛丽亚里 生了两女一二 在他们的集体撤离时 几乎是没有留下 任何线索 包括孩子们的医疗表现 也都被停了 但他们曾一共使用了 18个不同的手机号码 这一些号码 未被注销 所以 等 只有等到 其中的一个号码卡 再被使用 通讯塔可以连接 并定位到他们时 当然 也是祈祷着 那一刻 所有人都还活着 在帕特里下失联的 第523天 第一条好消息 传了过来 18个电话号码中 有一个开了机 对方用该号码 致电了 玛丽亚里的母亲 对方没有开口 但母亲可以感觉到 那是女儿 玛丽亚里 在他们断了联络的 十多年后 这个无声的 十秒通话 让母亲紧张 颤抖 泪流满面 根据手机信号 警方追踪到了 玛丽亚里的位置 他在秘鲁的一个叫 奥尔托塞伦丁的 丛林里 据了解 那里确实是有一个 小小的村庄 大约30来户人家 但里头住着的 都是一些毒小 要谈谈更多 有关于这个村庄的信息 并非是一件意识 怎么办呢 帕特里下的父亲说 他愿意 徒步仅存 后来 警员组织了 变装探底 探底的工作 要比他们所预想的 困难得多 因为区域很大 人群散落在各个位置 当警员亮出 帕特里下等人的相片 并云罗说 会给一万索尔币 作为奖励时 但被询问的人 却都在摇头 说没有见过 所以 这是调查的方向 又错了吗 这时 领队人说 不如去村庄的上头 那里有一些 突杀的地方 再瞧瞧 不过 意外也就此发生 当领队人 抄小路 跑到山头时 有两个门面男子 突然从丛林中 跳了出来 他们用枪 顶住了警员的头 警员说 他没有带武器 他只是来找一个人 问一些问题 自己不会做什么 也不会管其他的闲事 拿武器的人 叫他闭嘴 警员非常害怕 幸好后来 举枪的人 最终把他放了 而搜救 帕特里下的工作 也到此结束 但 但在便衣警察 收队返回时 他们途经了 丛林边上的一个镇子 他们准备在那里歇息一晚 却有了意外收获 在一个孩子们玩到的空底上 警员拿出了相片 是问问一旁的大人们 有没有见过 帕特里下的人 一位妇人认出了宝拉 她说 她对宝拉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整一个镇子上 只有她一个人 穿着粉色的靴子 夫人不清楚 宝拉从何而来 要去到哪里 留着长发的宝拉 走起路来的步态 也很奇怪 更像是一个分女人 但她每一天晚上 都会差不多在十点左右 来到这里 然后穿过左侧的桥 消失在夜幕中 警员问 就她一个人吗 每晚如此吗 对 夫人很肯定地作答 于是 警员就地埋伏 在当夜的十点多 他们还真的见到了宝拉 为了不惊动她 他们悄悄地跟着 但宝拉很警觉 她越走越快 大约走了四十分钟后 她离开了小镇 第二天 警员在小镇的边缘等着 他们买了一些酒 伪装成酒柜 宝拉和昨天一样 出了小镇后 她又走了三十分钟的路 然后终于 她在一家旅店的门口 停下脚步 是的 这里就是他们的住所 警员随后 从旅店老板那得知 宝拉和另外一对男女 租借于此 但那个男的 从不出门 老板依稀记得 他很古怪 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 戴着眼镜 警员问老板 租借时登记的是谁的名字 但这家旅店并不正规 只要客户给钱 就什么都不过问了 不过幸运的是 在他们的卧房边上 有一间空房 警员立马租下了她 该旅店的隔音效果并不好 不过也有利于警员 对其监控 在监控的数日里 他们已经掌握了 宝拉的作息 她每天五点离开 十一点回到家 她在一家餐馆打购 与其同住的女人 是玛丽亚丽 因为警员在走廊上 见过她 玛丽亚丽又怀孕了 像是五个月的样子 但帕特里下去了呢 还有那四个孩子呢 她没有在那 突然 警员听到了屋内的男人说 我们得走了 我有感觉 我们被盯上了 于是她要求 宝拉和玛丽亚丽 准备起来 2018年7月9日 在屋内的男人明确表示 明早的凌晨三四点就走后 盯上的警员给总部发电 他们在加派的警员抵达后 发起突击 他们冲进了男人的屋子 当时 宝拉去上了班 她已经被另一组警员拦下 带回警局 在屋内的男人被制服后 她先是给了一个假命 但警员没有给她编故事的机会 他们直接问道 帕特里夏在哪里 孩子们在哪呢 在知道事情已经无法隐瞒时 男子才承认 她就是史蒂芬 她说 她要面前检察官 警员说好的 然后史蒂芬下床 她在任期玛丽亚丽在此时 刚好从走廊的卫生间里 回到屋内 她在见到丈夫没有穿鞋时 连忙脱下了自己的 给丈夫穿上 史蒂芬被带进了审讯室 帕特里夏和孩子们的下落 是由宝拉和玛丽亚丽供出的 他们被留在了丛林村庄的尽头 也就是那一个警员本打算再瞧瞧 却突然被威胁的山头 当警员第二次前往那里时 他们被眼前的荒凉震惊到 那里没有电 也没有干净的水源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地 而所谓的珠坑也只不过是几堵 堆砌其他的墙砖 有几个小孩赤裸上身 他们非常销售 他们紧盯着外来的警员 然后有几个壮胆的上前 讨有食物 警员问帕特里夏呢 大伙友都摇了摇头 说没这个人 但是帕特里夏就在那里 她在跟了史蒂芬后 被要求改命 叫西尔瓦娜 她在附近的种植园里干活 当警员搜查到那里 在其身后喊 帕特里夏 帕特里夏哭着回答 是我 被找到时候的帕特里夏 销售如柴 头上长满了柿子 她在两个月前 生下了一个女儿 事后 帕特里夏向警员和家人 叙述了她的经历 她在16岁时 失去了她的教教 非常消沉 她知道母亲病了 也清楚爸爸的工作 是为了养家 但光靠她一个人 其实根本就走不出 丧失亲人的悲伤 偶然的机会 她通过网络认识了史蒂芬 史蒂芬给了她很多信息和信念 在两年的交流时间里 帕特里夏已经完全相信了 史蒂芬的那套 灵之教的刷辞 她为了加入她 为了贝得救 因为了史蒂芬曾允诺她的 能让她的舅舅再度重申 所以帕特里夏 未满18世 就已经顺从了史蒂芬的要求 比如 发送一些私密的照片给她 一成年 帕特里夏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奔现 2017年1月7日 她告诉自己的妈妈说 去参加派对 但事实上 她坐上了飞往秘鲁的飞机 史蒂芬亲自接机 并在当夜 两人睡在了一起 一天后 帕特里夏见到了保拉和玛丽亚丽 他们对帕特里夏的到来 表现得十分热情 三个女人很快就成了姐妹 共识一副 他们从不觉得尴尬和不妥 因为史蒂芬曾反复强调 炼金术的重要性 史蒂芬称 他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得到了圣灵 他们应该请求圣灵 使他们更加接近 而与史蒂芬的每日灵修 即每日上床行案 可以使他们在鼠林上 大步满进 所以顺服她 加入她的妻子群 并以最终的怀孕生子 为荣耀 史蒂芬还会每一天 赐予他们死滩水 帕特里夏回忆到 自己第一次喝时 史蒂芬特意为她加料 帕特里夏一饮而尽 随即 她看到了整个屋子都在旋转 她无法站立 却也是真的像是通了灵 她预感自己会在将来生下一个女孩 她在醒来后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她知道 只有自己怀上并生下了史蒂芬的孩子 她的秘鲁身份也随即搞定 她便可以永远地和史蒂芬在一起 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状况 因为帕特里夏忘记了将保拉的病假单销毁 导致家人们在发现后过来找人 帕特里夏第一次跑去警局 有惊无险 但家人们在后期又试图通过媒体把事件闹大 当史蒂芬的相片被传到大街小巷都失时 史蒂芬发怒了 她将帕特里夏一个人留在了秘鲁的立马 她告诉他说 解决不了问题 你什么也得不到 新子的帕特里夏拨通了电台电话 并诬告了父母的博士 然后她一个人在加油站边的便利店里 累得睡着了 那一晚有一位好心的店员留宿了她 后来帕特里夏拿到了父母会来的钱 史蒂芬也再一次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帕特里夏被要求改名 剪发 燃发 关闭和删除一切 同过去可能有联系的任何账号等 他们先后搬了几次家 越搬越远 租金都是用了帕特里夏父母给的钱 等这一笔钱消耗完后 他们不得不搬进丛林 而此时史蒂芬的脾气也彻底变了 她会经常打麻身边人 帕特里夏和其他的女人们 孩子们都怕她 但没有人离弃的 因为所谓的信仰 史蒂芬也不会忘记 在每一天晚上聚集大家 然后在点完蜡烛并祷告后 让大人和小人都喝上一口 能够通宁的死腾水 再后来 帕特里夏怀孕了 史蒂芬说 他们还得搬家 再搬得远一些 以免世人污住了他们的灵性 帕特里夏最后被找到的地方 正是借着这个由头来到这里的 2018年3月 帕特里夏的忠诚 对于史蒂芬而言不在之前 史蒂芬私下问她的老婆 若是杀了她可好 她的老婆 玛利亚里不敢做她 后再后来 史蒂芬决定留下帕特里夏 让她一个人在山上 带着四个小孩 然后她带着秦珍宝拉 和自己的老婆下山入城 再走的前一天晚上 帕特里夏哭得很伤心 玛利亚里安抚了她几句 但其实 玛利亚里也很沮丧 她并不想与自己的儿女们分开 而这种不舍 促使了她最后 违背了史蒂芬的命令 给自己的母亲 拨打了电话 她没有说话 不敢出声 她门住了自己的嘴巴 然后哆嗦 哭泣 警方借着这一个电话 有了后续的营救与破案 当两位警员在审讯室 对史蒂芬提审时 史蒂芬巴拉巴拉的说了很多 却只字不提 自己错了 而当警员完成了初步的笔录后 其中的一位警员甚至表示 是警方错了 他说 史蒂芬是救世主 世界的末日很快就要来了 若是把史蒂芬给刮押起来 那么大家都会讲报应 可见 这位出身卑微的史蒂芬 确实很有一套 而其实 史蒂芬的父母 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了婚 父亲对他很不好 经常打骂 他在学校也经常遭到男同学的排挤 却在成年后 因为收到了父亲的礼物 一本文为卡拉瓦卡的圣石之下书后 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也彻底黑滑 史蒂芬在后期被送上法庭 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上庭前 他要求狱警给他刮进胡子 捡一个漂亮的发型 警方在他曾经待过的地方 搜罗出了其他网粮女性的私密照片 所以若不是帕特里夏的父母 坚持要找婚女儿 那么被史蒂芬诱骗 圈扬 为其身子的女性 恐怕还会更多 史蒂芬对法官说 我其实对帕特里夏很好 即便到了最后 我还是会安排人每周进山投我一次 史蒂芬的正亲玛丽亚里 坐在听证席上 他有警员和新的医生陪同着 自史蒂芬被捕以后 他只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交代了帕特里夏的下落 还有一句便是 我的孩子需要尿布 什么是重生 在经历了这一早后 帕特里夏承认 离开了史蒂芬才是重生 史蒂芬最后因为犯下了贩卖人口 和性剥削的罪名 被判处了二十年监禁 他被罚款八万八千索尔币 约合两万六千美元 给受害者 帕特里夏等人接受了心理治疗 帕特里夏最后上了社区大学 在获得了学历后 去到了一家 资助残子人的基金公司工作 他在2021年 被救出了三年后 与玛丽亚里和他的家人 再续有益 他们相拥 他们酷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